新進的只要是沒有確診的新進住民 他要提供當日是被快災陰性報告 或者是入住前兩日的PCR報告 那如果說是有確診的話 就是他要提出相關證明 一樣就是發明日或者是財檢日 滿15天以上三個月內 如果說他有出去的話 他當天新進的時候 他也可以不用提供快災報告這樣 然後再來第三點就是說 入住四日起要隔離七天 那之前因為我們V3跟V4的隔離區 那時候我有跟台委隊長那邊有請教了 所以說現在就是新進的住民 是在V1那邊去做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隔離七天這樣子 然後松伯堂維持原來的 一樣是在V8這樣 那安養堂的那個光進的例行 他們還是一樣維持在V8 15 21戶這樣子 那在第七天呢 我們提供我們公費快三四季幫他採檢 醫生就可以解除隔離 這個部分要有沒有問題 所以說這兩個是重疊的 以最長的日期為準 以最長的日期為準 因為有些人來講可能他在入住前兩三天 他就可能去採便了 其實可能報告來講的話 三十天就出來了 所以說以最長的時間為準 所以說以後這些公設 這些教育廳要開放 要成立要搭上 就是回屋常探 今天早上住民黨要給我 這個牌衣今天沒有開放 昨天早上住民黨要給我 二樓沒有開放 上個禮拜五下午 我問到你是不是清潔的承辦人員 說下禮拜要開放 有沒有找人搭上 他說他不知道要開放 那既然二樓沒有開放 要什麼都鎖了 那顯然就沒有清潔打掃了 我提醒 我希望 我們的住民都是憂心使用 我們農家的核心價值就是在住民 就是對他的服務 那這些教育廳都是給他用的嘛 那他有的用 他就沒有意見了 他沒的用 都已經期待了四月十七月十號 全部都宣傳他們都知道了 有一位送進華北的 每天中午 我會去那邊打撞球兩個小時 因為醫生叫他打撞球復健 就是繞了桌子這樣走 各位應該知道這位住民 那結果他跑到阿遠走下來了 他走路就不方便 沒開他又走上去 那其他住民幫他打電話來 那我今天下午又有人打電話 我都還一見沒有開 所以我們對住民的服務 應該是說他這麼久的長時間關起來 突然間開放了 我們應該要注意一下 而且也提醒你們 該整理 該清潔 該打撒的